三太子踩着灵活的步伐 配合节奏强烈的电音舞曲 在舞台上热情摇摆 展现活力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于11号 举办2023斗争区神童派对 活动以兔年为主题 并邀请来自台湾各地的团队 带来多元的镇头表演 一年以兔年的动不脱兔 来设斡出神童派对 今天在采接的时候 我感触特别深 真的是动如脱兔 那些神童们活泼的不得了 而且很有精神 上周五台湾有充沛的能量 镇头是民间祭祀 习庆时为了感谢神明保佑 发展出的传统记忆 今年斗争区最大的亮点 是将镇头神偶文化戴上街头 表演团体身穿神偶装 在路途中展演并进行请身仪式 吸引许多民众请来观看 平常也很少让小朋友 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 可以看到这么大尊的表演的服装 大家其实一直也都在进步跟改变 可以让不论是大朋友或小朋友 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接触 去打破那个刻板印象是很不错的 民众除了能在户外展演 近距离观赏千里眼 顺丰尔弥勒佛等神偶 还可以参加斗争市集 看见许多庙宇和神明相关的文创商品 我们主要是用Q版的绘制方式把我们台湾的神明 然后画出来 用我们自己喜欢的有趣的规谐的方法来介绍这些神明 镇头在宫庙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随着时代改变 表演者也在传统刻板印象下 面临许多挑战 早期会有既定印象 进庙宇的孩子是不管 然后又外加是说 早期的尿余到现在 跟执掌者已经也连迈了 对啊年轻人也不太想进入到庙 这件事情会越来越的 越来越会流失掉 传艺中心今年尝试结合流行的嘻哈音乐 电音等现代元素 为镇头注入新生命 目前镇头活动已不仅局限于公庙或职业团体中 但走入国中小甚至幼稚园 将记忆传承到年轻一代 主办方透过创新的方式 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未来也期望能与国际交流 到世界各地展现台湾独有的镇头文化 记者叶真云张凯文台北采访报道